道書館是很多市民都會使用的公共空間 台南市立道書館今年贏家100空市中年的環境 官方為了慶祝這個市場 特別幾個豐富的環境外島 此處也特別跟客網路地名的草莓家 在新宗館推出的地點 用出別的方式 讓民眾實在道書館不一樣的市民 同時自己也安排市街和演出的外島 歡迎民眾到新宗島來參觀 台南市立道書館 今年贏家100空市中年 冠軍外島最高的分開市 今次用台南英修台語最美作為主題 特別邀請網路地名草莓家 推出道書館書用所謂書地點 希望可以作出 替代民眾愛好公共主緣 我們104歲的圖書館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除了民眾使用圖書館之外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資產 就是我們的館員 我們館員其實在圖書館 除了幫大家借還書之外 還有整理這個預約 找通約的書籍之外呢 其實在館內呢 也遇到了許多光怪陸禮的事情喔 那我們把這些有趣的事情呢 跟結合了知名的插畫家馬來摩 幫我們畫成了一幅一幅的插圖 那我們在新總館呢 我們在新總館呢做了一個小小的展覽 希望讓大家了解呢圖書館員的日常 還有他們平常看到了什麼樣奇怪的事情 插圖書館用撮開的圖書館的圖文方式 為出民眾來圖書館會發生的精進出書 同時也利用圖書館關於他的角度 為出圖書館更做的不更明顯 不僅是關於看到的有感受 民眾看到的也會覺得味道有更好處 大家也可以來看一看喔 有的還蠻有趣的喔 包括可能大家喜歡在圖書館裡面偷吃東西啊 或者是想辦法把所有的電器用品啊 都充滿電 但是還有更多更誇張的事情喔 那歡迎你到圖書館來一探就近 那看完了這個展覽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呢 能夠知道什麼才是正確的圖書館使用方式 就是我們要愛護書本啊 那我們要對館內的每個人都要友善啊 那這才是真的就是 希望大家來圖書館就是大家使用的開心 那館員也能夠安心這是最重要的 圖書館一直都是民眾的好起床 新宗都在九月除了有在電以外 也還有台語跟年華跟講過書比賽 也在你整個豐富的活動 歡迎其民朋友展翁參觀體驗 記者什麼的郭伯儀英雄哭菜鳳不得